2019年智慧音箱的市場預估將達到70億美元 這麼龐大的商機當然各品牌不會錯過囉 小旭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 由遠傳推出的最新可愛智慧音箱 小鞋獎以及小狐狸 嘿第一次看到小狐狸的時候還蠻驚艷的 你看看這可愛的外型 它竟然是一個智慧音箱 而且它獲得了美國IDEA的工業設計銀獎 造型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愛 而且重量只有255公克而已 內建電池讓你隨時可以帶出去 不管露營或者在車上來紅寶寶 讓它聽音樂或者聽故事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具備IP67的防塵防水還可以防摔呢 所以外出來使用都可以相當相當的放心 而搭配遠傳的電信支費 最低只要0元就可以帶回家囉 而且還贈送KKBOX以及Flyday音樂 2到4個月不等的音樂平台服務喔 至於功能的部分呢 則維持遠傳問問智慧音箱 所有的貼心服務 包含便利的語音喚醒以及控制功能 用來播放音樂 有聲書甚至要控制家電 通通都沒有問題喔 而這一次呢也新增加了小愛獎 同樣擁有遠傳的八大獨家 以及四大全新服務 包含了翻譯功能 愛播的有聲書 KKBOX Flyday音樂 空中英語 甚至要叫計程車也沒有問題喔 這一次也新增加了空氣品質的查詢 包含原本的天氣 時間、提醒、匯率、單元換算 家庭留言機等等功能 通通都在裡面 可以預期在2019年 將會是智慧音箱大爆發的時間點 而智慧家庭的風潮 也隨著智慧音箱的普及 而開始慢慢的被受到關注 而到底最後誰能夠在這個市場上脫穎而出呢 遠傳推出的小愛獎以及小狐狸 還有之前推出的遠傳問問智慧音箱 都提供了在地化的台式中文 以及各項最道地的本土化服務 提供給你更多的選擇 以上資訊就提供給你做參考囉 如果你對小愛獎以及小狐狸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到遠傳門市去實際體驗看看喔 我是iFans的林曉旭 感謝你的收看囉 掰掰